我们今天会教番茄适式炒饭的做法 以它为基地 推荐给大家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今天的材料了 但是因为我也不想要再出门特地买个肉丝 防疫还是少出门点为妙 所以刚刚好还有一个肉酱罐头 我们就用它来煮 今天我们使用的是饭罐 再来番茄便宜的时候一斤二十几块的时候买到 这样子小小一颗大概是六块钱左右 现在的价钱大概十块钱上下都可以买 今天我们会用整颗螺旋蛋包饭的话 蛋量一定要够 所以鸡蛋一只就用两颗啦 那还有白饭现在正在煮 今天用的白饭是一杯米两碗饭 七块钱 今天的米我就没有像上礼拜一样减水 我的米跟水的比例是一杯米一杯水一比一 那我们今天还会再加一点冷冻葱 等一下我再去冷冻库把它拿出来 今天我们会称一块钱十六克 这样就可以来算一下价钱啦 白饭今天用的是七块钱 蛋呢一颗三块钱两颗就是六块 肉酱呢一罐我买三十块 所以这样子半罐是十五块钱 番茄一颗六块钱 这样子合计三十五元 再来我们先把番茄切一切 番茄基本上啊如果你是想要去皮的话 你们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十字 之后拿去热水里面烫个三十秒左右 皮就可以顺利的下来 但是因为我个人啊对皮是没有什么反感的 而且我们等一下会切的稍微碎一些些啊 其实滚一滚滚成番茄这样子哦 皮应该都会烂掉 比较好入口 所以要不要去皮就看大家啦 那一样我们番茄想要比较快一点点 把它的这个地头去掉 我们不要从正中间切 稍微歪一点点 一样是把它切一半 但是地头留在这一边 左一刀 右一刀 底头就去掉了 那接下来因为我想要切顶 切碎一些些了 所以 我们来找个好下刀的角度 其实还是随意切就可以了 我们就这样子哦 把番茄这样子拿在手上 然后稍微这样子挖一点 不要正切对半 我们稍微挖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一片一片把它片下来 每一刀我们都挖一点点角度 挖一点点 最后一个要切的时候 小心一下手不要去切大 另外一块这样做 所有的番茄都切下来之后啊 我们尽可能把它切小块就可以了 不用到说 切成末啊这样子 或者切成烂泥这么碎 大概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 锅子稍微水涮洗过后之后 把水烧干 然后我们现在锅里面 加入一点点的油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直接 做完这样直接炒饭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点油 不然它会黏锅黏的乱七八糟 我们大概这个时候 番茄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怕它噴得太热的话 可以锅盖稍微挡一下 但是火没有太大 其实是还好 大概简单的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的太多 我这时候有什么 没有切断的番茄 可以在这个时候把它弄开 接下来看到它这样子 稍微有一点点 出汁出水的时候 我们倒入半碗水 这样差不多是 一百十匹左右 水加入之后呢 我们直接开成中大火左右 火不能太巧 但是你们如果担心太大会烧掉 还是什么的话 那就中大火就好了 总之不要小火就是 然后我们盖着锅盖 让它煮个五分钟 虽然说我们总共需要计时五分钟 但是因为大家的火候 未必会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每隔一两分钟 还是要来打开盖子 关心它一下 不然烧焦就糗大了 五分钟之后开盖子后 就可以看到水分其实烧得差不多干 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关小火 然后我们把剩下这些番茄 看得到颗粒我们就把它压烂 看看怎么压烂都可以把它压烂 压饼压成酱 其实这样看起来蛮好吃的 看到这样子差不多 都是酱汁酱汁的感觉之后 我们肉酱罐头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去了 我们先加半罐 肉酱罐头下去之后就是搅拌它啦 因为肉酱罐头它本身还是带了一些水分跟油分 好那我们还是得把水分烧得干一个接 所以稍微拌炒一下下 其实我这样大概炒了一分多钟啊 我看水分也少了一些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半了 冷冻冲这个时候也可以下去 拌下去之后就拌炒就可以了 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四次炒饭呢 它会稍微拧一点点 所以大家在翻炒如果不顺利的话 那就是用锅铲这样子轻松散就可以了 全部都搅拌的差不多啊 我们这个时候稍微关小火 不要开大火因为很容易烧焦 我们就关小火来调味了 那么肉酱其实我已经大概知道 它的香味跟咸味都有了 所以其实补一点味精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想要尝它的肉酱味 我今天就不加煎鱼粉 不加普通的味精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意识风味 所以我还是可以加一点意大利香料 这个超好用的 既然都意大利香料的黑胡椒 我们也给它来一些 哇这个一定超好吃的 甘味料都下去之后 一样开个大烘盒 我们把它拌炒之后就可以了 如果有少一点底的时候 稍微把它刮下一点火 我们再做翻炒 全部都翻炒均匀之后 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碗 我们要硕醒它一下 饭都装到碗里面之后 我们拿个盘子给它倒盖下 然后翻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把它180度上下颠倒 稍微换一下 让饭可以均匀的掉下来 这样就OK啦 哇这样还真好看 那我们等一下把蛋盖上去 就是一个形状很漂亮的蛋饱饭 我建议是大家这样油 要绕得稍微均匀一点再下去 不然边边使得太容易粘住 粘住的话就会容易 粘住的话 我们要拉螺旋形状就会很困难 绕得差不多我们就下蛋了 因为我们的底不是平底锅 所以蛋下去之后也是稍微这样子 可以转一下 让蛋液稍微平均一些些 也可以抖动一下 蛋是要这样子可以滑动 像这边没有滑动的时候 可以拨一下 我要整片蛋都可以滑动的状态 才可以做螺旋蛋 像这个时候蛋 虽然看起来上面还很深 可是这边的蛋壁跟这边的蛋壁 都已经有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螺旋 这边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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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旋转 稍微转一下锅 转锅子好了 好 那我们再转一圈 锅子动一动 它可以转一动 稍微动一动锅子 再转 快破了快破了 基本上我的能力就只能转到这个样子 虽然不算是太漂亮的螺旋 但是也是有一点 我们这样子可以盖到饭上起锅 完成了 各位可以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 因为我的锅子不是平底锅 它平底的部分太小了 所以我要做出很多的螺旋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我这个成品与其说是螺旋蛋包饭 还更像是皱褶蛋包饭 在这边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我的蛋 在食品材料行里面 能挑到最大颗的蛋 所以你们如果一般是在全牛 买到蛋比较小颗的话 可能要用到三颗才会成功率高一点点 蛋太少也很难卷得起来 那其实啊 我其实是很不擅长这种要造型的料理 东西能吃得重要 好不好看起吃的 所以上面有破几个洞 好险我有九层塔 可以把这些洞盖住 所以看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其实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话不多说 赶紧来吃看看是什么味道吧 因为我放了拍照已经放一段时间了 所以其实它上面的蛋液啊 已经开始有点伴手了 不像刚开始一样那么深 蛋一个半一起吃 哇靠 嗯 哦 怎么那么好吃啊 你妈呀 其实我没有用肉酱炒过半 我第一次这样炒 是蛮香的 嗯 哇 我一定要来形容给大家看看 首先 它肉酱会刚刚好 它的香味跟咸味起到一点点 点缀的作用 其实打提都是番茄的味道 我原本想说 哇 肉酱就要翻灌下去 会不会就整个肉酱味了 没有哦 它番茄的味道非常之重 刚刚好 番茄的香味跟肉酱的咸味香味 打在一起啊 我觉得蛮完美的 最后的点缀啊 就是半熟的蛋皮 搭上整个炒饭啊 哇 这样子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刚好 香啊 非常的香